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去你们擦鞋了 干嘛他们要花钱找你来擦鞋呢 我去那边酒店门口摆带怎么样 对 这是个旅游城市 每天有很多游客要住酒店 他们旅途劳累 第二天肯定要把鞋擦得干干净净的再出门 这酒店门口位置不错 哎 合伙人 你为什么不让我现在就把那一块钱利息还给你呢 我的技术不错的 哼 你这个小家伙鬼得很 你是想给我擦鞋来顶来一块钱的利息吧 是啊 行 那就让你擦 你要是擦得不好就证明你的说谎 而我投资给了一个不诚实的人 那我的投资就是失败的 你放心 我的水平是最棒的 擦完了 嗯 还真不错 我给你写两个字 最棒 哈哈 你们是游客吗 谁 我们是成都来的 你们要擦鞋吗 这是上个顾客对我的奖赏 最棒 你们要擦鞋的话 我保证把你们的鞋擦得像镜子一样亮 好多钱擦一擦 一块钱 哎 小朋友 布鞋可以擦吗 可以 但是布鞋三块钱 今天是第五天 这是十五元 刚好够您投资的七十元 给您 合伙人 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 我留给你一个纪念品 也是我对你的肯定 我最棒 给你 谢谢合伙人 等我大学毕业了 我去找您 好 张老板 您放心 您的货款 我保证下个月给您汇到 刘航长 我们公司那三百万的贷款 您看能不能再缓三个月才还 主任 你通知全体员工 这个月的工资到下个月才发 进来 任总 有位先生想约您吃饭 你看我现在都焦头烂额了 哪有心情吃饭 他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我留给你一个纪念品 也是我对你的肯定 我最棒 十五年不见 长这么大了 是啊 我说过回来找您的 这是一张七百万的支票 什么意思 我想投资您的公司 做您的合伙人 十五年前 是您教会了我 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合伙人 从那只菜鞋箱开始 我完成了一步又一步的积累 我现在有了自己的三家公司 这七百万投给您 我想我有权利得到一份额外的利息 你想要多少利息 一块钱 你要把这七十元黄金 还要支付我一块钱的利息 七十元回报七百万元 这应该是我投资生涯中最成功的案例 成功不是你拥有了多少 而是你帮助他人有多少 有多少人因你而成长 又有多少人因你而感动 日子 请展坡 您的请 需要转发 您好